大家好,这里是不说话的白菜 过去这一周有太多的进展需要被进入到AI历史了 比如GPT4的发布,它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得到的增强 它的硬实成绩从班上的倒数10%,涨到了正数10% 同时它多模态的能力,也能够开始接受视觉输入了 比如它能够看懂图片里的梗 那以后你再也不会说AI不懂幽默了 同时你还可以用手绘稿,拍一张照片 它就可以直接生成HTML的代码 那同样是在这一周,BIN发布的Office 365 Copilot功能 World,PBT,邮件,全线产品都得到AI升级 那同样Stanford也发布了AppleCuture语言模型 以前在GPT3上需要1200万美元训练的效果 如今花600美元就可以训练出来 而且这个模型已经开源了 我在我的Mac电脑上运行,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同样在这一周,图像生成模型Mind Journey发布的第五版 你可以一句话生成人像 那它在真实程度真的有点令人发指 可以堪比单反降机在街拍的效果了 那昨天Bard也开始公开测试 一直半折半野的谷歌终于把自家的孩子拿出来见人了 我真的很想每一个都仔细讲一讲 但是变化真的太快了 我提到的每一条新闻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可能都只会出现一次 然而在这一周里面,我们需要光速地接受这些变化 所以这一周不仅会记录到AI的历史 搞不好还会记录到我的病史 因为真的太忙了 从早到晚都在跟不同的人讨论,开发,设计等等 那我们回到正题 我们今天来对比一下几家AI巨头的最新模型 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分别是Cloud,Bard,BeIn,以及GPT4 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来对比一下他们的语言能力 逻辑能力,以及编程能力 OK,那我们首先做的是语言测试 我们来问一些非常非常通俗的问题 比如,空腹可以吃饭吗? OK,你看,首先Cloud其实它对于语言的识别非常的弱 像我刚刚用的中文它几乎是不会反应的 那同样的我们来试一下Bard 同样是说它对这个语言不支持 那如果我们来问BeIn呢,首先它solo一下 OK,然后生成了一个答案 但是这个很明显就是它先做一次检索 然后直接回答的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GPT4 非常的啰嗦,但是你可以看到 ChatGPT明显是非常健谈的 刚刚Cloud跟Bard他们都没办法说中文 那我来试一下英文版的 OK,这个就非常搞笑 No,空腹是不适合吃饭的 空腹吃饭会导致不适、消化不良,以及其他的问题 这个不能算错吧 但是这个回答我猜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很满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Bard 这个就同样的无聊的一个模型 太保守了 几乎不会回答你这方面的任何问题 好,那同样是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过期的杀虫剂是更毒了还是不毒了 OK,那这个我们开始先问BeIn吧 它同样的先去搜了一下 这个就是有版有眼的一个搜索之后的回答 那么再来看一下ChatGPT的GPT4 OK,这个回答非常的保险 而且非常的完善 所以它在聊天上是真的明显强于其他棋架 问题的英文版也问其他的两位英国王子 Cloud就很耿着 他说过期的杀虫剂 会比新鲜的杀虫剂更加的有毒 斩钉解体啊 这感觉它的逻辑上可能比较耿直 Bard的回复是过期的杀虫剂会更加的有毒一些 这两个可以说它们更坚定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它们在考虑上 可能没有GPT4做的那么完善 这里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明显区别 那对于BIN来讲 首先它的区别是最大的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搜索引擎 所以它会先去网上去查这样的答案 然后再给你做回答 所以其实给出的答案其实挺无聊的 它不像是一个聊天 更多像是一个搜索引擎 加上简单的转述 那GPT4就非常的老练 而且回复的非常的周密 它会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强的毒性 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弱 然后还会再跟你讲一些安全考虑的方面 Bard跟Cloud更像是一个耿直的智力 相对来讲更弱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模型 所以这一轮我会觉得GPT4的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接下来我开始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请以霸道总裁爱上我家的马桶为例 咳 有点有点想笑 请以霸道总裁爱上我家的马桶为题 写一篇言情小说 那需要有三次的剧情反转 需要提到空腹 过期的晒冲剂 以及消防员 并且剧情需要足够的浪漫 足够的真实 我们来看一下GPT4怎么回复 OK 现在GPT4已经生成的第一章 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夜幕降临 月光皎洁 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高档餐厅 璀璨的灯光下 端坐着一名英俊潇洒的男子 他是商界传奇人物 华丽集团总裁 林牧川 这晚 他的心情并不好 因为公司刚刚失去了一笔重要的生意 在空腹的情况下 林牧川毫无食欲 只想回家独处一下 那与此同时 陈小宇 哇 这个名字也不错 一名普通的白领驢子 正为了给自己的小屋清理马桶 而烦恼 在清理过程中 他不小心地打翻了一瓶过期的杀虫剂 哇 这个把杀虫剂也用上了 呛鼻的气味 让他不禁咳嗽起来 陈小宇脸上泛起哄韵 慌忙打开窗户 不料一阵大风 将他身上的纸巾吹到窗外 我的妈呀 这个太像言情小说了 第二章 命运交错 风儿顽皮地把纸巾吹向林牧川的好华轿车 恰好落在他的脸上 林牧川惊讶地拿起纸巾 发现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他下意识地拨打了这个号码 电话的那头 传来陈小宇甜美的声音 在误会的解释下 两人开始了一段奇妙的交流 不久之后 陈小宇家里突然起火 我的妈呀 他情急之下报了警 消防员们及时赶到 成功地扑灭了火源 救出了慌张的陈小宇 这场火灾的原因 既是因为过期的杀伤剂和清洁剂产生的化学反应 他是真的懂化学的 这个只有让我非常的惊讶 消防队长为了安慰陈小宇 邀请他到消防局观摩一次演习 陈小宇在消防局结识了消防员小陈 他英勇帅气 让陈小宇产生的好感 与其从实 宁牧川因为与陈小宇的误会 慢慢地被他的真诚和善良所打动 决定向他表白 我这个真的写得好啊 我的妈呀 这感觉可以直接用来当一些小说的剧本 还有第四章 所以他不止三个转折 他可能可以一直转折下去 我的妈呀这个太厉害了 趁他正在生成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来回顾一下 空腹提到了 林牧川刚刚是空腹的 肚子不太舒服 心情也不太好 过期的杀虫剂 这个也提到了 而且他竟然和后面的消防起火 产生了联系 因为他在家里用清洁剂 这两个东西反应可以产生火灾 这个我都想不到 实话讲 所以我觉得这些要求他完全达到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 陈小宇此时已经对小陈洞的情 这让林牧川陷入了矛盾之中 第四章 爱情纠葛 林牧川没有放弃 他找到了陈小宇的住处 为他换了新的马桶 甚至亲手帮他打扫了家 陈小宇被林牧川的诚意所打动 但他又担心自己的感情会伤害到小陈 为了表达自己的惬意 陈小宇决定亲自为林牧川和小陈 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个是偶像去常见的男一跟男二 撞到一起的这样一个场景 女主有一点作 所以把他们全都放到一起做一顿晚餐 他觉得非常的愉快 林牧川和小陈 都为陈小宇的美食所折服 然而就在餐桌上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想笑 用我瞟到后面的 然而就在餐桌上 陈小宇突然感到一阵剧痛 原来他务实了 有过期杀众剂残留的食物 情况紧急 林牧川和小陈 立刻将陈小宇送往医院 不好意思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是说 他们在晚餐里面 突然 所以自己把晚餐跟杀众剂又再次 关联到一起的 真的非常的厉害 在康复的过程中 陈小宇决定先和小陈交往 但他同时也保持与林牧川的友谊 太厉害了 然而 就在陈小宇即将出院时 他得知小陈 正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牺牲 这让陈小宇十分悲痛 林牧川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为他分担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小宇慢慢地走出了悲痛 他开始重新审视和林牧川的感情 终于有一天 陈小宇鼓起勇气向林牧川表白 两人坦诚以待 决定共度未来 此时陈小宇和林牧川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爱情的道路上 他们经历了空腹 过期的杀虫计 消防员等各种磨难 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好厉害 我的标题其实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家的马桶 当然可能他把我家的马桶 这个意向稍微模糊了一下 因为这个让总裁爱上马桶确实有点难 但实话讲这个文笔 我觉得真的已经非常的厉害啊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Being的Search 他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 OK 他说的是很抱歉 我不能为你写小说 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空腹 过期杀虫计和消防员的信息 以帮助你构思你的小说 我的感觉啊 这个应该是Being那边做了一些限制 因为我记得早期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像聊天一样 跟他聊很多很非搜索的内容 但现在看样子 他们其实是为了节省成本 避免用户聊天聊得太开 所以他现在其实做了一些限制 强行的要求啊 比如说 我不管 你一定要写这样 这篇小说 据说他是有自己的情绪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直接把我的聊天给挂掉了 这边我已经没办法点这个聊天框了 所以现在Being 其实有了一些所谓的更机智 但是对用户 可能没有那么自然的交互方式了 那同样的 既然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主题 我们同样也问一下 这个两个 有英文口语的这两个模型 先问一下Cloud 这个故事写的还可以 讲的是Jessica 她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然后她有一天去逛那个家庄商店 她看到了一个金色的马桶 然后这个马桶 它是为CEO亚历山大来选购 然后CEO成功的 被这个马桶的手工质感所吸引了 故事写的很完整啊 这个非常的有逻辑 而且写的还挺长的 这里我就不细读了 我觉得语言能力上 没有GP4这么厉害 但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这个我不会给他打一个低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Google的Bar 能写成什么样 好他也生成了一个 有一个CEO 他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需要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 然后他对于很多事情都不满意 那有一天他开始抱怨 他的办公室里面的马桶 比较脏 冲水不是很顺畅 所以本文的主角就开始清理这个马桶 确保每一次冲水都非常的顺畅 OK 这个不就是马桶气节工吗 然后在CEO不在的那几天 我对他的办公室做了深层的清洁 为什么办公室里面会有马桶 有点不符合逻辑啊 我觉得他就是这些字面意思上 都给连上去了 然后有一天CEO的办公室 终于发生了火灾 终于发生了火灾 然后我在办公室里面 去帮他救了这个火灾 然后CEO说我是一个英雄 然后这辈子都忘不掉我 OK 这个我觉得有点按指标完成任务的感觉 提到了CEO 提到了爱上我 提到了过期杀种记 提到了空腹 对 但问题是这些都没有什么逻辑关联 就只是在这样一段话里面 把这几个词提到了一遍 然后Cloud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至少他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性 然后GPD4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比如上来的商界传奇人物 总裁 失去的生意 甚至中间纸巾飞到了他的面前 看到的这个号码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90分的答案 如果说Cloud是小学4年级写出来的 有连贯性的内容 那Bud可能是3年级 或者2年级 甚至1年级 因为他就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的这样去 寄流水账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说GPD4是完胜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逻辑能力 逻辑的话一个非常有名就是我们来试一下 鸡兔头农的问题 我们考虑一下这个说英语的几位老课 这里面有10个头 28个只脚 请问有多少只鸡和多少只兔 然后他的回答是3只鸡2只兔这个明显的错答 好我们来看一下Bud OK他这里还给出了跟刚刚Cloud一样 一本正经的给出了推理方式啊 XY什么的 然后最后得出的是2只鸡8只兔 10只头是对的 28那就是4832 32再加2只鸡加4 那就是36条腿了呀 所以这个也错了啊 我猜他可能会去往上搜索 有4只鸡有6只兔 然后这里他没有做搜索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用逻辑能力推理出来的 然后列出了X加Y等于10 2X加4Y等于28 头共10只是对的 脚共28只 这个明显24 这个错了 这个又算错了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班上能力最强的记录第四该如何回答 我们可以用代数的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这个一看班上的这个学霸 会典型开始这么讲 头一共是10 X加Y等于10 足一共28 2X加4Y等于28 就可以得到2X加2Y等于20 还可以列出一个方程 这个真的把步骤原样的全部都分享出来了 这里面其实可以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在这个大规模语言模型里面 大家发现一个让它能够更快更准确的解题的方法 就是指导它一步一步的去推论 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 这里得出有6只鸡 4只兔 4624 兔乘以4 6只鸡的话 6乘以12 4416 对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道数学题 简单的鸡兔同龙 这里只有GPT4得到了正确答案 那顺便我们来让GPT退化一点 我们用GPT3.5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 GPT3.5明显会更快一些 然后它的推理方式非常的接近 6只鸡 4只兔 然后只有这个是对的 这还不是他们的终极的逻辑推理 这里我问一个更复杂的 这个Bard跟Cloud 我就直接先放弃了 这两个差生 现在有蜘蛛蜻蝉 三种动物共18只 一共118条腿 翅膀20对 请问蜻蜻有多少只 然后其中蜘蛛有8条腿 蜻6条腿 两对翅膀蝉有6条腿 一对翅膀 所以这是三种动物的鸡兔头龙问题 GPT3.5这个速度也是真的非常的快 我还可以化解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还得每举Y的值 因为Z的值其实是不确定的 所以为了去整数 它开始每举Z的不同类型 所以得出来 X等于5 Y等于5 蜻蜓的数量为5只 厉害 OK 都算错了 其实真正的答案是蜻蜓有7只 蚕有6只 蜘蛛有5只 OK 这个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GPT4 我们发现这个方程与第一个方程冲突 意味着题目给出的条件存在的问题 无法得出正确的解 OK GPT4说这个找不到答案 所以对于GPT4来讲 这个问题也是 目前也是无解的 那就是两种动物的激素头龙 目前只有GPT3.5跟GPT4可以做出来 三种动物 现在都还做不出来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CHATGPT还是GPT 3.54都有一个很强的编程能力 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它们的编程能力如何 好 这个我们继续先问一下GPT4 请用JavaScript写一个代办事项 TodoList的网页 好 让它开始给出一些事例的代码 那在这同时我们来问一下 BinChat 无法理解 这个BinChat不知道是拒绝了我的回答 还是出了问题 我再问一遍 OK还是没有给出回答 我强烈的怀疑 他们可能是直接把这个功能给禁掉了 现在就是跟他们当年demo的这个有点跑偏 目前为止 它已经把这些当年说的很厉害的功能全都给砍掉了 同样的英文版本的这个问题 先问一下Bard Oh wait Bard直接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好 GPT4现在这个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结构其实很完善 OK 这里我直接把这个给粘贴出来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更厉害的是它没有一个按钮让你新建Task 所以其实它在UI上还做了一些优化 你现在是打完 比如说今天干嘛 今天比如说是吃 回车就可以了 睡 回车也可以了 吃和睡 对 这大概就是每天的日程 对吧 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bug 而且这个代码其实挺简洁的 所以GPT4在这方面是真的是完胜 BeanChat不回复 Bard直接说自己是一个AI语言模型 然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就非要试一下这个Bard 你至少有一点点的编程能力吗 比如说我有一个表格文件 我会用Python把它给读出来 这个它是可以一行指出来 然后再给打印出来 这个做的不错 那为什么你就做不了HTML呢 所以其实它是有写代码的能力的 就是简单一点 那我再复杂一点 比如说让他用Python来写一个脚本 去抓取Elon Musk最近的100条Twitter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来连续对话 让他如何用他们的Twitter 来分析Elon Musk的感情 这里面就需要涉及到用一些 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法来做了 OK 这里他只是给了一些简单的文字描述 他没有告诉你具体怎么做 他只是去描述了一下 如果我把同样的问题去问GPT4 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不用GPT4 GPT3.5 这个我们快一点 让他来分析一下Elon Musk Twitter的情绪 可以上来这个首造情绪 你看 用NLTK 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酷 然后如何去用这个来抓取 然后在里面还要做一些字符串的处理 然后再去做一些情绪分析 真的非常的完善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Cloud Cloud可能就稍微再退化一点点 不说有些变量没有给你命名 有些代码可能都没有给你写的很详细 它的特色是虽然它回复比较简单 但是它有些回复是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它就可以给你讲这些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挺特殊的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ChatGPT或者Bard做这个 这里面我觉得可能Bard就又落后了 这个可能在三家里面排名得靠最后面的 那这里我们来问一下Cloud如何用Python来分析这个Twitter的情绪 OK 这里它给了一些简单的代码 还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应该是 ChatGPT最厉害 然后是Cloud 然后是Bard 所以Bard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劣势的状态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4个AI语言模型的对比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像我之前说到的 现在这个AI战争才刚刚开始 但我们看到的这些都会被记录到历史里面去 那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 可能会看到更加频繁 更加剧烈 更加有意思的各家的竞争冲突等等 所以敬请期待 后面我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对比的内容 这也是Bard的白菜 我们一起搭上这一趟AI的列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